我們經常開玩笑的時候 小朋友是可以上訪接瓦的 好的空間它可以呵護兒童的天性 也是孩子們成長的一個重要的夥伴 我們希望創造一個探索欲和安全感共存的 這樣一個空間 不是規訓他們、限制他們 《南山百孝幻星》是這種小微的微基建 更新改造包括了143所中小學和幼兒園 很多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建築 年久失修、滲水、漏電等等一系列的問題 視覺元素是非常糟糕的 密度太高 空間嚴重的匱乏 這類的修繕工程 羅斯殼裡做道場 它可能比很帥的在一個控場地裡面 做一個學校難度大多了 每個學校的策略都是不一樣的 蕭蕭灣幼兒園它自己有一個榮樹的文化 老師和學生自稱叫大榮瓦、小榮瓦也挺有愛的 所以我們就拿榮樹這個點來入手 像在外立面我們用了棕色和綠色 去做了一個它塗裝體系的改造 外面二層的走廊 原來那個玻璃就拆掉了 用了很安全的結構去撐起了一個陽光板 它是可以防墜霧的 同時它是一個柔光 室內空間我們把所有的牆體都盡量地給打開 開放的落地玻璃這間門 腳踏實際上是可以串斑的 因為兩個小孩在一個屋子裡邊 他很快就沒有事情幹 他們在這邊追怕打鬧玩的時候 其實是能發生很多交流的 兩個端端我們一邊開了一個大輪窗 一邊開了一個鼓窗 也是讓它這個採光編得更好一點 墻和地是同樣的材料 所以地面上翻以後 讓它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個盒子裡的感覺 這個也是會有安全感的 雲梯校園這個連續的一個活動平台 在我心裡我一直覺得它是12個巨型嬰兒床 它是一個新的校園界面 平台下面的這個空間 相當於是風雨連朗 有滑梯,有鞦韆,可以爬 它其實就是一個大型玩具 就像貓喜歡盒子一樣 人也喜歡找一個小點的腳步拖起來 幼兒園像一個集體生活的大院子 幼兒園的兒童他對所處的環境和空間 是有探索的一個天性的 校園建築本身就是最好的教科書 學校的每一寸材料 每一個結構 甚至每一個楠竿 這都是孩子們認知世界的一個重要的媒介 我們在屋頂上設置了很多孩子們運動的器械 攀拔的鎖繩、台階 從三樓直接跨到四樓 孩子們他每天在這個環境中 他都會有新的發現 比方說在簾廊上看到的不同的斜坡 小朋友們就拿著費咒的這種滾筒 它不斷地去從上往下滾 滾筒的軌跡都是不一樣的 速度也是不一樣的 那小溪水池我們有三個噴泉的孔 堵住一個孔,另外兩個水柱 高度就不一樣了 一個多變的這種環境下 孩子的好奇心、求之欲 就是在他每天的生活中不斷地激發 我在幼兒園工作今年有30年了 目前在幼兒園的孩子 他是特別鮮活的、特別靈動的 他是有創造力的 真的是很幸福的 我們解決學校問題的同時 我們能不能讓城市更友好一點 讓社區更友好一點 實際上學校作為高密度城市最核心 最基礎的一個公共建築 會應該是一個象牙塔 百校換信一個重要的就是要倡導開放共享 比如說校前區的改造 提供了這麼一個重要的遮風擋雨的 一些休憩的場所 大量的一些風雨連 它是一個兒童放學之後的一個 友好安全路徑 同時也給周邊的社區 有一天隨著出生率的下降 通過這一系列的這些學校和社區之間的 接駁空間 部分的學校可以改造成社區中心 或者是養老中心 我們未來做好這樣的一個空間的預留 所以我們是想用小的資源去撬動 城市和大家的認知 就是解決人與人 人與社會 人與城市的一個關係